竟然在行政院旁邊 还有警政署前面 发生了这样的死亡车祸 还惊喘枪响 就在今天清晨 台北市忠孝西路的地下道 有两辆车疑似是尽速要来尬叉 而且造成了翻覆 颇骑到了另外一辆无故的轿车 有一名24岁的驾驶送医不治 而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造势的理性男子浑身都是酒气 甚至还要来攻击远警 最后直接被警方开枪制服 而另外一辆第一时间造逃的驾驶 他其实只有16岁 根本是无照上路 他事后还折返回来现场叫嚣 甚至还呛怒人推记者 目前警方已经带回了亲民关系人 就在警方面前 黑衣人突然用力推打前来采访的记者 这群人火气很大 也让车祸的现场一片混乱 而另一头救护人员正努力的帮伤者做CPR 这起车祸发生在14号的清晨4点20分左右 地点在行政院旁 台北市中校西路地下道东往西方向 今日其拍下当时有两辆车已似在竞速 进入地下道却刹车不及追撞前车 造成前车翻覆 24岁的无辜驾驶伤重不治 而副驾驶乘客是和死者才认识一天的女网友 幸运逃过一劫吓得蹲在路边 事发当时警方刚好巡逻经过 但其中一辆车警方才一到现场 他就立刻逃逸 而另一辆车还试图冲撞警方 下车之后还大声挑衅要动手打警察 两个肇事驾驶浑身酒气 不但先推了警方一把 更企图夺警枪 远警先是对控名枪无效 最后不得已朝着嫌犯的腿部开枪 他才痛得倒地 更在他身上搜出了折叠刀 攻击嫌犯的李贤身上 我们查获了一把的折叠刀 这把折叠刀如果拿来攻击警察 我想警察还是会受到伤害 警方迅速逮捕这些嚣张的涉案人 更发现第一时间赵逃的驾驶才16岁 根本无照上路 公然挑战公权力还造成一死一伤 目前警方已经因杀人未遂等罪卸 将他们移送法办 华日新闻 中文角王世凯台北报道